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地下印钞厂的抚灭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19年11月初 广东警方发现一条涉嫌伪造假币的犯罪线索 通过调查后发现 在这一团伙中 郑某等人负责出资 印刷技工刘某 卢某负责在广东购买印刷设备 油墨耗材等物资 最后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窝点印制假币 通报给黑龙江警方之后 黑龙江警方自己也觉得很意外 他们哪儿从来没有发现过有这样的犯罪 有这样的案件 嫌疑人选择在距离广东3500公里之外的牡丹江市 设立印刷假币的窝点 出乎办案人员的意料 2019年12月9日 在公安部的统一协调下 广东黑龙江两地警方成立129专案组 联合侦破此案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知道 嫌疑人已经将印制假币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材料 运往黑龙江的牡丹江市 而这时印刷假币的窝点警方还没有完全确认 为此一连几天 办案人员都密切监视着 牡丹江这边的牵头人李某的一举一动 根据办案人员的调查 李某是黑龙江这边的主要牵头人 他负责和广东的郑某等人联系 具体的事情再交代给王某办理 王某现年31岁 牡丹江人 连日的跟踪发现 这段时间 王某和本地的谭某 正在装修一处位于海林市新乐村的厂房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是王某的同学 这个人跟李某也认识 就是通过王某介绍的 谭某在海林市的新乐村有一家建材厂 生产建筑用的保温板 2019年12月的下旬 海林市最低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 马上要过年了 谭某和王某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装修房子呢 正常在咱们东北地区 没有人会选择在三九天这个时间进行装修 第二个反常呢 就是它装修结构有问题 它这个厂房的所有门窗 都通过厚厚的本板进行了封闭 四周毫不见光 然后唯一可出路的一道大铁门 也是常年的处于一个封锁的状态 用大铁链给紧锁着 第三个反常呢 就是之前在这个厂房里居住的一对老夫妇 也在近期搬走了 新乐村位于海林市海林镇 距离高速公路路口不到一公里 交通非常便利 而且这里的住户也不多 它所处的位置呢 是一个带拆迁的棚户区 那个地方呢 四周虽然是房子很多 它村子里面 其实真正在它周围的贴着的人不多 不容易引起人的怀疑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呢 还是比较可疑的 办案人员决定 到新乐村谭某正在装修的厂房 一探究竟 你看到前面那黄的带进盖里棚子了吗 那里面家后院 哦 它家后院 就是那棚子 就黄色棚子 黄色棚子后面是它家的院子 里边是那家院子 这棚子也应该正在那院里的 到前面等会儿一瞅就看出来了 哇 它家那好大哦 院子也好大 你看这块我没法停 你看左边这块有新厚 哦 右边这家有新厚 所以这块有点丑 这个房子都是他家的 都在那院里 这都是他家的 那又丑了 那就是这家的院子 就是绿色那个 绿色上面是白色的这个 嗯嗯嗯嗯 这个大门啊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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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他家的 这个都是他家的 对 一直到这栋 这栋里面也是 可能就是这 这 它这有个长可能有个20米 对 它这边也不止20米 就长啊 对对对 长有20米 宽可能10米 嗯嗯 就是就这种房子 他家的房子连在后边那个 包括右边那个 都是他们那个 不要一样 好大 真的好大 这个地方太大了 反正我们不太 不太敢往里贴 因为它接工太多 谭某的建材厂 处在新乐村的中间位置 厂区的面积大 厂房也多 可以摆放很多设备 这里的用电条件也很好 我们知道 印刷假币 最重要的是一个 厂地的选择 也就是选址 第一方面 就是窝点的隐蔽性 毕竟是伪招货币 这是一个重罪 第二 就是一个交通便利 因为有大型的机器设备要进入 第三就是一个供电 是因为 印刷机器需要三项电来支撑 环保建材的话 它也需要三项电 同时它这个厂家所占的空间很大 里面完全有这个 条件可以摆放各种设备机器 但是由于我们又不掌握犯罪嫌疑人 实时犯罪的 具体证据 和其他可参考的信息 所以我们还不敢十分的确定 2019年12月31日 消息传来 装有印刷设备的火车进入牡丹江峡区 目标车辆一出现 专案组民警便展开了跟踪 看不见 找到大纸道 这下面是个弯道 这下面是找大纸道 很危险的 对 放上面打滑 对 弯道不朝车 对 弯道不朝车 上车也不朝车 然后这个大烟铁 它前面是有车达 它再满了那七十遍 然而 运送印刷设备的目标车辆 并没有驶向办案人员 之前踩点布控的无留园 而是来到了距离牡丹江市 十几公里远的海林市新乐村 停在了王某和谭某 刚刚装修好的厂房前 实际上呢 这个货车司机联系了王某之后呢 王某就叫他直接开到了海林市 并且最后就停在了新乐村 大公路近这个村有一个必经的路口 那正好有个摄像头 果然这个大货车经过了这个摄像头 因为这个印刷机都是很重的设备 当时我们确实看到了他们用插车 把这些机器设备 大货车上的机器设备 给运到了之前所说的 在装修的这间民宅里面 12月31日中午 从广东深圳运来的两台印刷机 切纸机设备以及油墨耗材等 都一并运进了谭某的厂房里面 现在就差印刷用的纸张了 就是我们再一次对这个窝点 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锁定 这个更加有可能窝点的锁代地是在这里 无人机高空侦查意外发现新窝点 居属于海林市相距于十几公里 箱子没错了 安静的村子里印制假币活动悄然开始 正常的年度出现在这个村子里 就显得非常的显眼 应该是在1月18号前后 地下印钞厂的覆灭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办案人员分析 谭某的建材厂 应该就是这次印刷假币的窝点 果然2020年1月3日 广东的刘某 卢某等6名印刷技术人员 也驾车来到了海林市的新乐村 进入了谭某的建材厂 两天后 运送纸张的货车也到了 看来他们很快就要开工了 2020年1月5日 运送纸张的货车进入牡丹江 但是运送纸张的货车 并没有到谭某在新乐村的厂房里 他们是察觉到了什么吗 它的纸就应该是进窝点的 它没进去 办案人员小心地远距离跟踪 并利用无人机进行高空侦查 看看这辆车要把纸张送到什么地方 最终 这辆货车开到了 与新乐村相隔十多公里的新民村 新民村和新乐村均属于海林市 王牧的老家是新民村的 所以他就停在了他老家的那个宅子里面 把纸张放在那里 这其实就是新民村了 看到了 看到了 没有 走吧 没事 就慢慢走 慢慢开 有可能是那台车了 三组 里面是箱子 箱子 没错了 看我人在上面 太好了 看到了 那不是在写东西吗 对 对 走 慢慢走过去 不管 走 走 走吧 慢慢开 慢慢开一下 慢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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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是在 没错 7373块 对 之前办案人员根据嫌疑人购买的油墨估算 印制假钞的纸张应该是12吨左右 但是现在从货车上装的纸箱数量来看 明显超过了12吨 没理由这么多箱子 如果12吨纸的话 一吨一箱我哪怕算你 也就12箱 结果在他那边可能有10多20多箱 我们觉得很奇怪 他那箱子一个多一个高的嘛 然后来才发觉 原来它是混杂在里面 有真正是机柜的 有伪装成机柜的 就混杂在一起 原来 嫌疑人担心运送纸张的货车在路上遇到麻烦 就夹杂了一些银行ATM的机柜来逃避检查 至此 印制假币所需的设备和材料物资已经全部到位了 所有的印刷技术工人也都进入窝顶 通过我们前期侦查发现 广东技术人员刘某 开车拉了技术工人 到达窝点以后 就再也没出来过 年轻估计 设备进场之后 懂技术的广东人刘某和卢某 会在最短的时间里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 接下来呢他们是要调试印刷设备 调制印刷油墨的颜色 尝试着印刷假币图案 会有这么一个阶段 专案组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准确判断 嫌疑人把机器设备安装调试好后 正式开工印刷的时间 这也是接下来确认抓捕时间的重要依据 接下来的就是我们要 研判它的窝点里的生产的进度 硬制假币的进度 这是最关键的 因为假币犯罪是这样 它生产要素都准备好了 但是没有开始硬的话 那这个时候公安警官能够把他打了 从法律上来讲 他这属于犯罪未遂 2020年的春节如期而至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 使得专案组民警的一举一动 都变得非比寻常 在村子里面 已经很少有人走动的情况下 侦查人员如果出现在这个村子里 就显得非常的显眼 所以当时呢 就是更多的采用一种 稍微把这个侦查视野拉厚一点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日益严格 牡丹江市各村镇都加强了 对人员流动的管控 有时办案人员不但无法靠近印制窝点 甚至连出行都成了问题 而印刷窝点里 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基本上是全公闭的 你无法再说打到里面去看 眼睛深进去看里面它印了多少 或怎么样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以及印刷设备的型号 办案人员估算出了嫌疑人 开始印刷假币的时间 要用十天八天的时间 把这个设备进行安装 调试打样 只有这个打样最后满意了 就会要正式开始生产 当这一切因素 包括我们的一些研判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验 然后我们最终来确定 它的开工时间 应该是在1月18号前后 办案人员判断 从1月18日开始 这个窝点应该具备 开工印刷假币的条件了 而接下来确定收网时间 就成为专案组 下一步工作的核心 所以我们选择在了它 印好了一半的纸 剩下的另外一半纸 准备在印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这个时候 来进行收网 这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成功的 此外 除了新乐村窝点的嫌疑人外 该案还涉及牡丹江 广东等多地的众多嫌疑人 专案组要求将涉案的 所有嫌疑人全部抓捕 以网打击 周密部署 警方精准打击 全面收网 应该是用40天左右 急关算计 他们终究自食恶果 都在幕后的掌握着 这边的进度 地下印钞厂的复灭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在掌握伪造货币团伙 成员的全部情况后 就等待最后的抓捕时机了 现在嫌疑人分别在广东 和黑龙江的几个地方 抓捕不仅需要时机 也需要周密的安排 经过周密的研判和推测 专案组最终确定了抓捕的最佳时机 因为印刷屋点不是一帆风顺的 它有可能机器出现故障 等等之类不排除 会耽误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整整去推断 应该是用40天左右来收网 应该能够达到我们最理想的收网时机 对专案组的民警们来说 等待抓捕时机又是一场煎熬 当时我们也担心疫情防控的原因 村子里或者社区里的这个疫情工作人员 去挨家挨户的入户检查的话呢 我们担心这种检查 会让这个犯罪团伙暂停 或者说终止他们的犯罪 2020年2月初 办案人员发现 李某正在私处联系购买大型变压器的外壳 同时嫌疑人王某和谭某两人 也在牡丹江四处活动 王某最近正联系定制了一批 几百个特殊规格的纸箱 我们分析嫌疑人打算将假币成品封箱之后 利用地下器外壳进行转移 结合谭某办理车辆通行证 我们分析认为 嫌疑人极有可能已经完成了一批假币的印制 并打算将其进行转移 2月中旬 广东的范某又给牡丹江市的李某发了一批货 这批货是假币印制中最后一道工需要使用到的特殊材料 白油 他们寄送白油的这个动作 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窝点内假币的印制的精度 转眼40多天过去了 涉嫌印制假币的窝点从外围观察 仍然没有什么动静 但专案组通过各种外围信息判断 应该有6吨的假币已经印制完成 抓捕时机已经成熟 经公安部经侦局统筹指挥 专案组在广东黑龙江两地调集400余名警力 组成多个抓捕组 决定在2月27日凌晨同时收网 与以往的抓捕不同 这次抓捕必须考虑疫情防控 我们在收网的时候 不但要保证民警的人身安全 也要保证犯罪嫌疑人不被感染 所以指挥部提前准备了防护服 手套等防护工具 并且事先联系好了疫情检测机构 一旦嫌疑人抓捕到位 就要立即送往检测 2月27日凌晨4点 在牡丹江的警察首先行动 他们在新乐村村口集结 随后冲进涉嫌印制假钞的窝点 在房间里办案人员发现了一个暗门 打开后轰鸣的机器声不绝于耳 iliyor 梁河 运程 这就是刘某和卢某 两人都是这个窝点的负责人 负责甲币的硬质生产 以及机器维护 在这个硬质窝点里 包括从广东来的印刷技术人员等 七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在进入车间后 我们听到的噪音声响非常大 这时我们发现 车间内所有的门窗和墙壁 都被嫌疑人进行了大量的隔音改造 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 嫌疑人把四周围墙壁 全部用隔音板包裹 在外面根本听不到里面的声音 这下面 哦 这下面 哦 找到了 胶片 这是核心 胶片 对吧 这胶片是核心 这个就是它的印刷机的出紫口 那是进紫口 这是出紫口 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呢 它那些东西肯定留有指纹 它印好的东西呢 会放在这里 来看 它这一张真的 这张是真操 它拿那个假操跟真操 做的对比 那夹在那上面做对比 看看这个相似度到底有多少 不断地调整 吸毒东西啊 那个就是溜冰的 他们因为吸毒 就把他传火兜啊 这台机器是切纸机 液压切纸机 就是印成品了 就这种 印好的之后 然后呢 它就 整落整落放在这里 才切 然后呢 就把它打包去 我们后面的 你看到那个纸箱 这个是1000张一箱 一箱的150万 178箱左右 那就3点5几亿 这边是印完 印过的一些废品 一些废品 哦 这里也可以加了 有几百万 我们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在这个印假币胶板 印刷金上面 提取到了嫌疑人的鲜活指纹 固定了相关证据 从而确定了 每名嫌疑人 具体从事哪项工作 这个窝点内的犯罪嫌疑人 粉针扎意志很强 他们在这个生产假币期间 所产生的这个 硬坏的假币举张 还有这个边角废料 剪裁出来的边角废料 还有一些生活垃圾 都是通过这个 做饭烧火方式 把这些垃圾 焚烧处理掉 这些垃圾 从来不扔到垃圾集中点上 在新乐村的窝点内 经过清点 发现已经印制完成 装箱准备外运的 2005版假人民币成品208箱 每箱假币面值200万元 与此同时 黑龙江广东两地 另外的抓捕组 也同时展开行动 李某 范某等主要嫌疑人落网 专案组在黑龙江广东两地 共抓获16名犯罪嫌疑人 事先掌握的嫌疑人 无一漏网 在牡丹江市 捣毁一个大型印刷窝点 和一个假币专用纸张 中转储藏窝点 查封大型假币印刷机器两台 假币胶片一套 24张和大批制假设备 原材料等 最终经过清点 缴获2005年版 百元面额假人民币成品 4.22亿元 查扣假币专用纸张6吨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破获的 单案数量最大的伪造假币案 所有的这个窝点 印制的这些假币 都没有一张留到社会 没有危害到社会 经过审讯 广东的郑某等人 对策划从广东到黑龙江 设点印刷假币行为 共认不讳 原来郑某出狱后 一直没有固定职业 便想和懂技术的刘某 一起合作印制假币 刘某因为长期吸毒 十分缺钱就同意了 因为广东近年来 对于假币犯罪打击严厉 两人始终找不到 合适的犯罪机会 2019年郑某来到惠州 在同乡范某开的 废品收购站里 认识了来自牡丹江的王某 于是 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 这个废品收购站 最主要的老板 应该就是范某 然后在里面 具体在打下手等等 就是一个王某 王某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 2019年初来到惠州后 便在范某经营的 废品收购站打工 认识王某之后 郑某便想着通过王某牵线 想在东北找地方印假币 他们想着东北地区 冬季人员活动少 当地人对假币犯罪 警惕性不高 也许反倒可以做成 决定后 郑某刘某便开始积极活动 因为郑某之前有过前科 怕引起警方注意 这次他始终是躲在幕后指挥 安排刘某出面操办 他都在幕后的掌握着这边的进度 很多时候他是幕后掌握 王某在答应同郑某等人合作后 回到牡丹江找到李某 两人共同负责在当地 寻找印制假币的窝点 而郑某又找到他的两个同乡 范某和陈某一起出资 来购买印刷设备和材料 就这样 等李某和王某在牡丹江 找到合适的窝点后 郑某就安排 刘某等人购买设备前往牡丹江 最终实施了这起 性质恶劣的印制假币犯罪活动 目前郑某 刘某 李某等人 因涉嫌伪造货币罪 已经被检查机关批准逮捕 假币犯罪是严重的 危害国家金融管理 刺激的一种犯罪 我们国家对于 伪造货币的立案追溯标准 伪造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 或者是币量在200张或者200枚以上 第二个是制造货币的样板 或者为他人伪造货币提供版样的 都达到了立案的追溯标准 伪造货币数量达到3万元 属于数额特别极大 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企图性 或者无企图性 尽管现在电子支付越来越普及 但是很多人还是习惯使用现金消费 犯罪分子就想借机使用假币 谋取不义之财 而假币犯罪不仅严重影响了 国家的金融秩序 更是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重大威胁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您发现假币 请您立即交到银行部门 或者就近的公安机关 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 持有或者使用假币 也属于违法行为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